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和大家聊聊这个感情的话题啊 我这个话题的来源呢是来自于这个陈一发的直播剪 陈一发以前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主播 后来由于犯点错误是吧 在国内被这个封杀了 封杀之后现在在油管上做直播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观点 还有他的这个对于对于怎么说 对于感情的一些看法 当然我作为一个男性啊 站在男性的角度去看待一些问题 和这个陈一发作为女性去看待这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或者是说这个咱们可能这么说吧 有一些事情啊 彼此之间在理解这个问题方面 都都都都很难互相理解 所以说我就想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感情这个这个问题 比如说男女之间怎么去寻找自己的一个配偶 那还是要要在这个思想上面有所有所契合是吧 互相能够理解那你如果理解不了就不行了 你比如说像这个你比如说陈一发 那你看陈一发他理解问题方式和方法那显然跟我就截然不同 当然呢陈一发会有很多的这个粉丝 他在油管上还是现在有三十多三十多万的一个粉丝啊 所以说还是一个大主播 起码在油管上我认为有十万以上的这个粉丝 就是说这个普通话是吧 那我就认为还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因为因为就是油管这个华语市场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你想给做起来非常的困难 但是国内就不一样了 国内是一个大市场是吧 能够内循环的大市场就不一样了 那今天呢这期视频呢 我就是从这个我作为一个男性的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那陈一发呢就是代表女性的角度去看问题 一会我也说一说他的一些观点 但当然你说这个陈一发 他能不能够代表中国所有的女性呢 我认为不能够对吧 但是他绝对能够代表中国90%以上的女性 仅有的剩下那百分之不到百分之十的女性 可能就是跟我的价值观相对来讲 应该是能够这个契合的 所以说在中国你像我找到一个这个 适合我的另一半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咱们先举两个例子吧 是吧举两个例子 这个是关于被催婚比较苦恼的事情 这个是这个陈一发的粉丝写给陈一发的 那我也给大家读一下 要不然大家这个不知道这鱼里物里的 他说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表姐帮忙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那是他同事的儿子 那是他同事 这个是一个女粉丝来的信 就是给陈一发 说当天相亲是我二姨跟着一起去的 那相完亲之后呢 他们都觉得那个对象挺好的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 家里人都知道了 我相了个不错的相亲对象 然后呢 我跟他出去吃过两次饭 他们就默认为那个男孩子 就是我男朋友了 我又是一个很反骨的一个人 你们都认为他很好呢 我就不想这样 而且在跟那个男孩子聊天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接触之下吧 感觉他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 可能和他职业有关 他是个金哥 这个金哥叫警察 在国内就叫警察 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诚啊 金哥 为什么在国内叫金哥呢 是吧 你就说警察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金哥 我听陈一发解释这个事啊 说是 说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国内说警察敏感 说警察敏感 我觉得按理说不应该 是吧 所以说你看那个国内 有很多的禁忌的一个词汇 我都不太了解 你比如说一般说什么领导人的名姓 可能可能他就会给你 那个那个 比如说降低流量啊 或者是说压根给你疯了 是吧 你不能提威尼啊 是吧 你不能提这个那个的 你不能讽刺啊 但是这个金哥 我还是真的是头一回听到啊 就是说在国内也不能提警察 所以说你看 在平时私底下的优件的一个往来的过程当中 就是中国人现在已经练就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本事呢 就是自我压论就审查了 你像陈一发在油管上做视频 你私底下的一个邮件 你完全可以说一个警察就可以了 但是那国内可能就就就不行 就就就已经适应这种国内的 语言的一个这个氛围 那这个是陈一发的一个解释啊 说这个金哥就是警察哥哥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国内的一个敏感 有的时候我也在在想 就你看我我平时在说话啊 就即便我在油管上做视频了 可能说话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还是会有所受限 这个是中国最悲哀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不能够表达你想表达的一个东西 你自由的一个表达是不可以的 这太太恐怖了 这是最让我恐怖的一点 其实以前不翻墙的时候吧 就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翻墙之后呢 就是使我对这个事情 我就看到别的国家的人 可以随便去说 但是中国人就不可以 所以说这个反差 这个对比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那接着看这个 这个女孩 她这个相亲的这个事情 她说因为身边表哥表姐 他们以及父母的婚姻状况 都是凑合过日子 他们都是凑合过日子 那这次我很恐婚 他们越催我呢 我就越不想谈恋爱 结婚 凑合过日子 这挺有意思啊 凑合过日子 现在比较苦恼的点是什么呢 我从小都是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待大 现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都已经去世了 只剩下 爷爷奶奶外公都已经去世了 只剩下外婆了 然后呢 自从我毕业工作以后啊 外婆就一直在催我找对象结婚 那外婆已经90岁高龄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身体状况就是直线下降 那今年过完年呢 因为一次意外摔倒 现在呢 只能说躺在床上 每次看到她在床上呻吟 就是外婆 就看到她的外婆在床上呻吟吧 我都会想 也许是该结婚的一个年龄了 那个男孩子除了脾气暴躁一点 那对我还算挺好的 聊天也还算真诚 人品呢 也还不错 她妈妈和表姐关系都很好 也算是知根知底 家里人呢 都非常的满意啊 要不就凑合一下也算了 这些事情呢 我也不想跟家里人说了 他们会说我桌 是吧 眼光高 所以只能通过邮件的方式发给你 希望得到你的开导 谢谢发姐 最后祝什么 陈一发的股票长虹啊 减肥长虹啊 小德越来越乖 这小德是陈一发养的一个猫啊 完了 这个减肥长虹啊 股票长虹 陈一发 我觉得陈一发炒股炒的应该是 他据他自己所说炒的很烂啊 其实炒股没有挣钱 炒股没有挣钱 就是 就是 就是个人去炒股啊 你不是学 学经济的炒股都 都废呢 对吧 如果学经济的会炒股的话 他们还去 为什么 学经济的去当这个建股的一个专家 当这个操盘手 干这干那 对吧 那他们直接当巴菲特去投资就可以了 所以说股票这个玩意儿呢 凡人还是 尽量远离 但是吧 你看这个股票 其实我认为 它就是一个大的赌场 你进 你说 就像说戒烟似的 吸烟有害健康 是吧 耳朵都起简 但是你看有几个人戒烟 而且吧 你一个那个抽烟抽的熊的人 少抽点的 是吧 家里人之间的一个关心 那个抽烟的人就会举出来 你比如说 你看 毛泽东 是吧 你看段老平都抽烟 还有很多很多抽烟的人 什么事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就说抽烟能够致癌呢 你为什么说抽烟就活不到八九十岁呢 是吧 这意思 所以就是可有意思了 其实我就想跟大家这么说 你现在就特别 特别这个 中意这个炒股的人 就特别愿意炒股的人 和特别愿意 比如抽烟喝酒的 就这些嗜好的人 就不能自拔的这部分人 通常来讲 他们对于自我的一个管理 或者是说 对于自己的一个控制 他都是控制不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啊 因为他们都 他们会找什么呢 你比如说炒股 他们会找 他会找 炒股成功的人 的例子 你比如说找巴菲特 是吧 或者是说这个 什么查理芒格 什么彼得林企业 这个那个 是吧 投资非常 那个非常牛的人 还有什么索罗斯 这个那个 还有什么呢 还有谁 或者以前 咱中国不有一个 叫什么杨百万吗 炒股炒的这厉害 还有很多 很多很多 但杨百万 好像后来又赔了吧 我不太了解了 就是后来也就销声秘迹了 他火 杨百万火的那个时候 就是中国人可能的 可能万元户的那个时候 我记不太清楚 非常非常 久远的一个事情 你包括吸烟者 喝酒者也算 你看我喝酒就没事 你看喝酒人也有 活的时间特别长 找出来这种反例 但是他不会去想 百分之九十九的 喝大酒的人 抽大眼的人 全挂掉了 只有那百分之一 而且你看说什么 毛泽东 邓小平 人家那个香眼 是不是特制的 都是有机的 怎么怎么样的 人家有那个保健仪 人家平时吃什么 喝什么 你能喝到吃到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跟那些人 就很难去沟通 就是走极端的这种人 而且啊 就是 陈一发说的一点 挺有意思啊 就是说越走极端的人 通常来讲 这个学历越低 这个其实 你回过头来看我以前说的 就是说 你看歌底下骂我的人 就是特别容易被冒犯的 这部分人 你一点害他们 他们都关心什么 大雄的女人呢 是吧 就关心这下半岁 这点事 就特别喜欢看那个 你比如说像 徐耀东 那个 没事就请点那个女人 来这个 来直播见 是吧 我还穿的比较清凉 去做节目 你看 这帮人全是这样 就是 就是特别容易被冒犯的 这跟我以前说的 是不是就不谋而合了 就素质低嘛 陈一发说 说这学历越低 这个被冒犯的 可能性就越高 你看 人家就是女主播嘛 就会 你看咱们国内这些女主播 以前做的成功的 或者在油管呢 她做的也相对很成功的 你看人家会说话 陈一发自己还说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下一个例子 陈一发还说 她自己实在不会说话 就不会回答问题太实在了 其实要是跟我去比较的话 我觉得陈一发可能这个 不敌我说话的这个 十分之一 我是指这种犀利的一个程度 或者是说 就是在陈一发眼中 说实在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对于陈一发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个人意见 所以说就是我做一下 简单的一个对比 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 我为什么愿意看这个 陈一发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 回答 就是回答这个粉丝来信 这个环节呢 因为我想看一看 就是在这个中国 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一个女性 她是如何去看待这个 这个中国中国现有的这些婚姻问题 或者是说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 但是她就是陈一发对于什么社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经济什么的 在我看来啊 我觉得这个她确实不是专业出身 而且看的也非常的不准 但什么就是什么她看的比较准呢 或者是说什么她发表的观点有意义呢 就是在男女婚恋这个市场上面 因为这个任何人 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去说一说 这个她是不需要说你 你必须研究什么恋爱呀 或者是你必须怎么怎么样 你只要有丰富的一个实践的一个经历就可以了 那陈一发现在已经三十三十七八岁了 那肯定在这个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的阅历 所以说我看一个三十七八岁的一个女人 她如何去看待这个婚姻 如何去看待另一半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是确实很具有参考性的 完了之后探讨一下 对吧 我跟她年龄也差不太多 所以说我从男性的角度去看 陈一发从女性的一个角度去看 那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比较苦恼的被吹婚的这个小姑娘 陈一发是怎么说的 说要做自己 做自己就好了 为什么她要这么去说呢 她就是说 她觉得人生啊 应该不要活给别人看 而且她这个相亲的对象是一个警察 那这个警察呀 现在脾气也比较暴躁 那这个陈一发说 说她这个小姑娘 婚后挨打的概率高于百分之七十 巴拉巴拉说了一对 完了之后呢 她就说孩子勇敢的做自己 不要臭 这就是她对这个女孩的一个建议啊 并且陈一发说 说通过这个粉丝的一个来信呢 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小地方的人 你看她这个通篇的一个所 什么知根知底啊 这个这个那个的 什么二姨啊 可能是在小城市生活的一个人 所以说她给了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 就是什么 不要凑合过日子 找一个和自己 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不要去凑合 那这个就是陈一发给的一个建议 那她的这个价值观和判断 那在我看来 我跟她是截然的一个不同 不同在哪呢 因为 陈一发应该 她可能没在小地方待过吧 如果她要是在小地方待过 那我认为她再给出这种建议就不适合了 因为我在小地方工作过 小地方 她就是这个资源非常非常的有限 因为越小的地方 她这个资源流失越严重 你比如东北三省 经济越落后 越不好 越小 越偏僻 她这个人才啊 就是会越流失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这很简单 浅显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中国的人才都在北上广深 你让这个小姑娘 说在这个 她的 比如说 家乡 比如一个小县城啊 或者一个小的地级寺啊 你去找 她资源非常非常的有限 压根就没有多少人 你怎么让她去找一个 你看给她介绍这个男朋友 是警察 就是一个公务员呗 那么就证明什么呢 这个相对来讲 大于有保障 而且呢 经济条件也不错 两个人在一起呢 其他方面就都很好 就是脾气个暴力一点 说跟那个职业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所以陈一发 他陈一发 就因为这个男的脾气不好 他是非常非常受不了的 而且陈一发对所有东北的男性 都是 感觉不是特别友好 为什么呢 他在直播间当中曾经说过 说所有东北的男性 就感觉 说这个不是一个加分项 因为东北的男的脾气都不太好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陈一发 可能以前被东北男人赏过 可能被东北男人赏过 要不然他不会知道 东北男人为什么 这个 这么暴力 是吧 他肯定是了解过 他才这么说 他不是说 空口拔牙的 去就是 扣帽子 而且他也讲过 他以前的感情历史 所以说他对这个 脾气不好的男性 他是非常非常反感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问一问这个小姑娘 就是 他想不想结婚 或者是说 结婚是不是他生活当中的 必然的一个选项 如果必须结婚 是吧 那我就劝他抓住这个男孩 如果结婚 不是必然的一个选项 那我就劝他继续找下去 就是这 就只有这两种结果 对吧 要不然你想结婚 找这个警察就完事了 第二个呢 就是 如果你不想结婚 那你就继续的挑衅下去 你认为结婚不是被必须的 哪怕就广棍一辈子 单身一辈子 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打法 以我对小城市的一个了解 资源非常的一个有限 他挑完这个 这个警察搁搁完事了 下一个还有的 下一个就是 我估计啊 那个 再挑一个下一个警察 或者下一个什么 可能随着年龄的不断的一个增长 就给往二婚上去 你就拿今天的陈一帆来讲吧 他现在已经三十七八了 你觉得他 在未来的几年之内能结婚吗 我感觉 可能性不太大 就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描述 可能性也不太大 那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你想让他再找一个 再说白点 你找一个小伙子 就没结过婚的 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当然他 跟他的粉丝里找 我估计有可能 是吧 或者是很大概率可以 但是 但是怎么去说这个事呢 你跟粉丝里去找吧 我觉得可能对于陈一帆来讲 他 他可能还不是特别能够接受 他还想找一个 他比较崇拜的人 或者是说 他觉得各个方面还 比他还强的一个人 那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说他跟他的粉丝里去找一个 这不怎么太好找 一般比他小的 年轻人都没有他有钱 对吧 那小伙二十来岁的 怎么可能比他有钱 比他年龄大的呢 肯定都 都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他也不怎么太好去选择 所以说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 面对的一个现状 这种现状我也要去面对 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年龄跟他差不多 我并不是说 我就得实事求是的去死 所以说针对于这个 陈一帆的一个粉丝 这个女孩 那如果他想结婚 那就把握好这个 看一看这个男孩的脾气 到底就是暴躁的 脾气暴躁到什么样的一个长度 如果这暴躁到就有躁郁症 是吧 一生气就衰背了什么的 那就算了 这个确实不太好 有暴力形象 那赶紧换人 假如说这个男孩 可能他由于平时 工作的一个原因 接触了很多 这个社会上的一些 你比如说罪犯也好 什么的 他必须有那个霸气 那个劲 有的女孩不还喜欢霸道总裁 是吧 所以说要 如果要是那种的话 你可以跟他去 进行商量和沟通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就是不能够商量 或者是说不能够沟通的 你看看他这个脾气 是不是能够改一改 因为人随着 自己年龄的一个成长 这个脾气也是 越来越不一样 我就是 随着我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我跟年轻时候 思考问题的方式 和带人接入的方式 都是不一样 这个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所变化 所以 那这个就是婚姻的过程当中 需要互相适应 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适应 适合对方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你可能找到下一个了 他是脾气特别好 但这个人有点娘 是吧 那个时候你又说 这个男人不够阳刚 你换下一个吧 这个人也够阳刚 也不娘 都挺好的 恰到好处 家里条件不好 他不是公共园 你又遇到下一个了 可能公共园 或者是家里条件也好 又阳刚 脾气又好 但是人家不喜欢你 所以说这个就是 现在特别就有趣的一个地方 因此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你看看这个人的性质 你能不能包容他 能不能包容他 每个人都不是十选十美的 包括长相啊 外观啊 包括脾气啊 秉性啊 都是需要包容 而且陈寅法认为 这个警察肯定能够打这个女孩 并且说呢 以后报警都没用了 其实不是这样 对于公职人员来讲 你警察他明确的 他很明确的去知道这种 执法犯法的一个危害后果 这种可能性 或者是说你比如说警察 你要去找他 他属于一个公职人员 他要各家打老婆的话 这个老婆要是举报的话 对他的工作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你包括晋升啊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觉得陈寅法给的建议 不是特别好 而且他也是 他可能怎么说呢 他对于这警察这个行业 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看好 也有可能 但是他没有的具体的去说 但是陈寅法对东北人 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好感 就是说东北人 他脾气特别暴躁 所以呢 这个是基于陈寅法 一个女性的角度去 还有就是结合他自身 去看这个身 那这个女孩看到他的这个观点以后 说那我听发姐姐的 是吧 我听陈寅法的 那我就再找一找 不要管我家里人 或者是家里人的一些看法 那我就再找一找 这个不管家里人 这个这个做法啊 在中国呢 比较前卫 就不管家里人 不顾什么父母啊 不顾这个什么外婆啊 什么不管家里人 这个做法确实确实 中国人他就生活在这种 亲戚套亲戚这种 尤其小常识 越小常识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圈套圈的越紧密 亲戚啊朋友啊 之间走动越紧密 是吧 出点屁大个事 一下就传遍所有的村子 是吧 所有的县城 所有的这个这个圈子 有屁大个事 所有七大姑八大姨啊 什么亲戚朋友啊 圈套圈全知道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信息啊 就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这个传播确实非常快 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 脱没形的淹死人 你在这种舆论场上 是吧 你在这种环境下 你不折磨死你吗 你这个一个小姑娘 你能够你能够抵挡过 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说你四十岁以后 你还没有结婚 那个那张破嘴吗 人当你面有可能 都不怎么敢说 背后呢 就让你爸你妈 那个都丑死了 是吧 那肯定的嘴都是磨破皮了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 就给讲就讲 就嚼那个舌梗 就是在这个 在东北啊 有一个叫 叫叫什么来的 叫马大帅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 乡村爱情 就是那个赵本山 拍的关于农村的一些事情 我认为那个 他拍的那个 什么乡村爱情 拍到十五了吧 还有什么马大帅 那些东西 就充分的反映了 就是东北的那个农村 特别愿意嚼舌梗的 这个事 所以说这个就是 你在这个 东北农村生活的 一个环境 或者是小地方 东北小地方 生活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不仅仅 是东北是这样 在南方应该也有 这种情况的一个存在 人性都是共同的 对吧 只不过就是表现 极不极端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小姑娘 还是应该 你不应该听陈一帆 还是综合考虑一下 自身的一个 这个这个 自身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不顾你 你的外婆 不顾你父母啊 这个 说句实话 我也是支持 我也是支持的 但是 但是你又要跟他们 生活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就废了 你可以不顾你的 父母的反对 不顾你的外婆的摧毁 不顾其他国八大一 但是你跟他们在一起 我跟你说 脱没性的能够淹死你 而且你在一个县城 那个资源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次 越来越不好 完了最终呢 你就跟陈一帆一样了 人陈一帆 在这个大城市都没找到 可信的另一半 你在一个小城市 就那么点人口 一个小县城 一个小村庄 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几十万人 人陈一帆隔上海 两千三百多万人 是吧 两千多万人都找不到 你跟那小地方 你找过什么呀 要不然你就出来 移民 是吧 我又开始宣传这个润了 去大城市走一走 去大城市走一走 你能不能留在那 有没有这个生活的 能力 生存的一个能力 这也是一个问题 好了 那今天呢 针对于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儿 正好这个电池没电了 还有下一个 就是说 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 他不敢表白 之后呢 这个陈一帆去 去讨论这个事情 那之后呢 我也会谈一谈 我的一个事情 我给我这个相机充一充电 咱们这个下期再见 拜拜